好 继续带来看到花莲寿风乡东华大学城特定区优先发展区 从民国的85年政府公告禁建到现在已经有26年了 那么重化区内荒芜并且是没有建设 目前花莲县政府是已经积极审查顾问公司 已经送入出流管制计划书 那么县议员李秋旺表示 特定区内的开发不仅仅能够促进地方人口的增加 还会提升就业 县议李秋旺表示 花莲县收风乡东华大学特定区优先发展区 自民国85年政府公告禁建 之间已经26年多了 重化区荒芜并且没有建设 政府采用困难 无法依照原计划来开发 而在106年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 在912次会议 准以改变区段征收 以及市地重化方式办理开发 政府因为采远的困难 没有办法依照原来的计划来开发 而终于在106年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 在第912次的会议 使准以改变区段征收 以市地重化方式来办理开发 我想这个等待了20多年 终于露出了曙光 而也才有收封地方热性乡亲 以及民间的开发公司 愿意来筹资来出钱出力 来筹组开发案 历经7年多的努力 置办市地重化 区内有191位的土地所有权人 共同发起申请成立筹备会 并且在114年的12月29日 将完整资料送请花年县政府核定 但是县政府在今年的4月1号 以出流管制规划书未予核定 而暂不核定该案筹备会申请成立 当然经过本席的了解 目前县政府已经积极在审查 顾问公司所送入的出流管制计划书 我想我们与收封乡亲 希望优先发展区绝对不要成了 落后发展区 花年县政府团队应该要加速 审查时效以及开发案的进行 莫忘了为民服务的初衷 我们相信特定区内的开发 不仅仅能促进地方人口的增加 能提升就业 并且能增加地方每年3亿多元的地价税 以及更多的未来建设的房屋税 各项建设的收入等等 并且更能够减少政府在公共建设财政支出 三十几亿元以上的支出 相信能够带动地方的区域经济发展 我们期盼收封乡要进步 开发要加速 千万不要让民众的财产变成了遗产 人生没有几个 二十几年可以再等待 现在李虫表示特定区内开发不停 能够促进收封乡地方人口增加 活络经济方针 也提升当地的就业机会 也期望华林政府能够积极地作为 让收封乡更加进步 开发地方经济更要加速 加营造收封乡美好新城市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